直接按右鍵也是新增一個項目 那我的名稱是把它改成 Y 後面加一個 9 乘9 或者你們自己在想一個名字 9x 不要用那個 star 用那個 star 可能會名稱 所以是保留的名稱 所以 不用 dash 記得用底線 9 乘9 裡面的話把這個打開起來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地方 把它怎麼樣呢 改寫之後的話類似像這樣 我讓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 file 迴圈對不對 弄起來之後一模一樣 有沒有沒有差別 那你們可以看一下哪邊哪些部分呢是有 改改變的部分 首先的話第一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在 for 迴圈裡面呢會有三個東西 一個是初始值 可是問題這個初始值 在 for 迴圈已經有了 那 file 裡面有沒有沒有 所以你必須 還是要不要加要加 因為你如果沒有初始值的話 那他這個 file 的第一個初始值 他不知道從從哪哪邊開始 所以 也是要給初始值 那條件一定有 所以這個東西是不會改變的 後面還有一個什麼呢 加加 所以特別注意喔 你們可以看一下 file 我剛剛改了什麼地方 你其實當然你可以 可以把 for next 直接 copy 貼上過來 可不可以 然後你再來改成 file 可是改成 file 之後的話 但是我這邊也再一次 我把這個地方 特別注意刮壺有沒有 刮壺到刮壺裡面這些東西 然後到這邊 記得刮壺不要 call 裡面然後把這地方 把它貼上來 貼到哪裡貼這個範圍 刮壺記得要保留住 那我這邊的話呢首先 我把這地方 for改成什麼 改成 file 所以這邊的話呢 第一步 改 file 可是改 file 之後的話 一定會有 error 請你把這個 這個 e 初始值 請你把它搬到哪裡 乾脆搬到他的上面 有沒有 初始值在這裡 OK 然後後面的話加一個 分號 第二個條件的部分呢留下來 然後 i++放哪裡呢 記得放在 他的刮壺的上面 他的刮壺在哪裡呢 他的結束刮壺 的上面 所以在這邊結束刮壺 Enter 一下 請你把這個 加加 搬到下面來 搬到這個位置 按一個 tab 我習慣結成化 然後這邊的話 把後面的分號 delete掉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這個file的 i的部分 就OK 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 再來輪到哪一個呢 就好 謝謝 說 上次